比起房子的斩跌更可怕的是横盘 横盘就是没有人买也没有人卖 近期整个在北达拉斯又开始抢房了 今天哪个城市这么倒霉呢 这个城市是Aubrey 这个城市是毗邻着Prosper和Selena 两大主要城市群 居于北达拉斯在380环线以北 离即将以后在Prosper落成的Costco 基本上是十多分钟 离现在的PGA总部是14分钟 离以后的环球影城大概14分钟左右 离以后即将要太古里2.0升级版 也是在15分钟左右 全新房价格从30万到35万之间 Toway即将在2024年通车 他们都会迎来每一波的涨价潮 那目前在380沿线已经有Kroger 目前达拉斯处于人口净流量城市 如果您投资一个城市 首先是要看它的人口情况 整个达拉斯目前仅次于芝加哥 人口在770多万人 除了纽约 加州 芝加哥之后 排名全美第四的大都会城市 那么除了它有直达国内的航班以外 它现在又新加了一个寒帐楼 也就是说它依然在扩容它的交通 达拉斯有直飞回国的航班 如果你喜欢有站立的城市 同时它离几大总部区非常的近 14分钟车程就可以抵达 同时价位就在30多万 如果你喜欢的话 我们就把视频看到最后 或者是拨打我的电话 9176908055 或者加我微信房交授01 我们去看盘吧 租金收益可到达2000到2300 高投资回报比的城市 具有正线金流 9尺高的屋顶 6尺高的后门和前门 首先进门左边就是它的书房 然后右边自卧室 自卧室翻翻正正的 它的整个ceiling是9尺高 这是它的一个权位 权位你可以选择 这是全新房可以选择你自己的喜好 它的整个它的台面 目前用的是course 是便宜的 然后整个玻璃 它样板房用的是一个无变宽的玻璃 整个它可以帮您做一些细节 就是有台版 然后后面的back splash也可以选择 如果你选择它的new build home 我们进来看一下它的客厅 整个客厅它比较翻翻正正 比较area 它的客厅是一个大的空间 这个大空间就是可以与自己的餐厅 客厅厨房是共享仪式 我们再来看它的厨房 整个厨房它是一个外抽式的抽油烟机 它的中档alan比较长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再来看 这个是它的洗衣间 整个洗衣间都是由冷热水供应 同时烘干机的插线口 洗衣间旁边 它专门这里非常贴心的设置了 专门的一个储物空间 那你平常洗完衣服 要不用的毛巾 这些就完全可以翻在这个地方 或者你的换季的传单 而这个地方它的洗衣间非常的宽 如果你喜欢再洗衣间折衣服的话 这里是完全可以翻张桌子 或者说有些高级的一点的 就用专门请定制式的cabinet 来专门做一个 有带有柜子的一个桌子 这个非常的一个紧凑的房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主卧 这个是整个主卧 整个主卧也是很翻翻正正的 所以目前的新房 它的设计都是有升级过 都是从新比以前最早的一批的 都做了升级 比如说像最早一批的电脑 现在都已经更新换代了 它是有一个洗浴间 这边是它的toilet 这个也是它专门做的一个储物空间 对于一个家来说 越多的储物空间肯定越好 这个地方是它的 也是另外一个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就非常大了 还可以翻一些鞋子啊 包啊 我们再来看它是closet 细长型的closet 这样它容纳的东西就更多 这是书房 整体30万到32万的房子 可以租到2100到2250 所以非常高的性价比 而且全新房 它有一年的全部保修 也就是说您在维修上面 没有任何的支出 这就增加了你的capital gate 也就是说它是有正线金流的房子 如果你喜欢 记得点击上面的电话 打我电话 加我微信 谢谢 下次见